大選過後對於第三勢力民眾黨 小草運動究竟會從何發展 似乎在假民調這一塊 一直都還要在不停的解釋跟解釋 因為對於民眾黨來講 真的是有所傷害 畢竟過去是講理性科學跟務實 那就被酷手打成迷信神學誤會一場 那當然一直要對假民調這件事情 不斷不斷的來解釋 甚至他公開的表示 他要檢討 因為民調的疑慮 讓他對於內參民調這件事情的問題 深刻檢討 他下定100多位黨代表 要寫下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在思考接下來是否要成立民調中心 如果有固定的組織在做民調的話 會更準確 表示之前做的實在是不夠準確嗎 那麼當然投票率太低 他還是一樣堅持 昨天在小草見面會上 他不斷的強調說 其實一般正常國家 只要扣掉12%跟15%的 不想投票的社會邊緣人 不投票就是社會邊緣人 然後投票率最高會到87% 那所以呢今年投票率只有72太低了 千錯萬錯 投票率太低的錯 年輕人沒有投票的錯 所以代表有15% 想投票的人沒辦法投 包括了週六要上班的人 還有像他說他得票最高的位置呢 就是在竹科附近 金門大學跟澎湖科大 這些戶籍過去的大學生方便投票 所以就可以投票嗎 那其實這個話還是讓大家很多的疑慮 例如週六要上班一定會投你嗎 正常國家就會投票率過八成嗎 因為我們只要隨便回想一下 他2020曾經講過的話就好 他說選舉太激烈的開發中國家現象 才會有啦 磨命國家投票率不會太高啦 他過去還曾經講過說 台灣要求磨命國家 西歐 北歐 這些都50%左右的投票率而已 那達到80反而不對 那是開發中國家的現象 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呢像北韓 厲害啦 人家地方議會選舉投票率 99%耶 那這樣子才叫做 你所謂的民主正常國家嗎 那古巴好吧 總統連任 唯一候選人支持率多少 投票率超過97% 要這樣嗎 所以當美國2020大選 投票率只有66.8% 創建國以來最高了 投票率一直都沒有那麼高 以民主國家來說 我們這個投票率 會是民眾黨敗選的原因嗎 這當然大家就會繼續用 理性 科學 務實來檢討嘛 所以當對內的這個民調 失真這個問題 有人說柯文哲是被黃珊珊 拿著假民調騙了 但大家都一律啊 網路上討論也很多 說智商一五七 有那麼容易被騙嗎 那再來 雪堤子蔡壁如回任中央委員 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是柯文哲的策略跟安排 上週提了要走黨內程序 這是柯文哲對外講的 那很多報導 就當然會對他們見縫插針 雪堤子回來了 民眾黨戰狼夫婦 驚人月薪 兩個人家家領 40萬如何的 要遭殃了等等 這個是前民眾黨的 新竹黨部執行長林冠年說的 他說這件事情呢 會這兩個人 只會圈著柯文哲講好話 那講真話的人回來要遭殃了 會嗎 民眾黨接下來是不是黨內 還有一番人士的重組呢 那至於黃山賽也得聽她的話嗎 這是吳子嘉之前說的啦 他說呢 蔡壁如一回去接的職務 是在民眾黨的立法院黨團的主管的話 那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那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自己是比較存疑一點點 就看接下來民眾黨自己的發展囉 那例如民眾黨是不是可以接受不同的意見 這個是被網傳在網路上一個群組裡頭 LINE群組裡有其中的成員問 以這個新聞來說 他的四點 這個國會改革的提議裡面 第四點 國會聽政權 其實早就林俊憲民黨提案修正過了 那民眾黨不知道嗎 當時民眾黨是不支持的嗎 他只是提問說這是真的嗎 結果沒多久 這個群組他就被退了 就被這個人就被趕出群組了 那所以才會有他們的成員說 那我們不可以有稍微問一下都不行的權利嗎 還是都要講一模一樣的話呢 而接下來當然我們看到了 盧秀燕柯文哲 剛剛才會還在講說選前承諾 跟韓粉們承諾說要支持韓國瑜 但選後柯文哲已經講了 他說不一定不會以私人的交情影響角色等等的 那現在這個場合是跟盧秀燕兩個人同框了 這是在大學姐一起個喜宴的場合 孫老師怎麼看接下來柯文哲在這個民調的不停的解釋上面 有必要一直繞這個還是說一個創傷症候群一定要一直解釋 一直在談柯文哲這部分我覺得話題不斷恐怕是有他的意義 那麼柯文哲他到底是一個認真老實有理想的人 然後被打壓被欺負被糟蹋還是說他就是個很厲害很圓滑很會耍的 然後把責任都推給別人把好的往自己推 對一個政治人物這種定性實際上是滿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一個角度就是有關民調 好 民調本身是不是科學理性物實 這是民調本身 像我們談的是你政治人物面對民調的時候 特別是柯文哲到底是不是科學理性物實 好 那我是覺得在這一場過去不談 就他的施政什麼不談 就選戰我認為分兩段 藍白分裂之前 大家要記得柯文哲一直在跟藍的談的時候 用民調來比勝負 用民調來比勝負 那個時候民調都對他有利 他是那麼相信民調 同樣這個民調為什麼到後半段 進入藍白不合分裂之後 他就開始修理這些民調 所以你前後標準不一 那你要感覺說民調如果對你有利 你就拿起來當打擊對手 壓得如果猴有儀藍軍 啞巴赤王也有苦說不出 民調這是最高標準 那在這種情況下同樣的民調 後來為什麼你的態度不一樣 你態度不一樣也就算了 我說有時候這個政治選舉的時候 難免講一些話誇大了 或者當作一種宣傳 柯文哲這一次最嚴重就是 他選權封關 封關的時候 他不但批評他做政治賭注 嗆賭下去 他說我們是正確的 民眾黨的 別人那幾家都是錯的 而且他是惡意的 他是作假的 這個已經是很嚴重了 你當中有時候他還講一句說 選後看結果就看看 沒意義檢驗 看誰沒穿褲子 他等著要看那幾家他點名批判 對他不利的 說你們到時候就是沒有穿內褲 好啊 問題是票開出來 大家驗證的結果 好像剛好顛倒剛好相反 是你柯文哲沒穿褲子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好 那要嘛你就認錯 其實到最近 你看他今天那個口氣 要成立一個民調 民調什麼什麼中心 那就承認 你們全面選戰之前不嚴謹吧 但是他不承認認錯 然後又講說我要深刻檢討 你如果全面都對你 還深刻檢討個啥東西 這些都是政治語言 那事實上你觀察他 選後的說法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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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在遁掉 他原來對人家指控 更重要是遁掉 他應該道歉 他應該認錯 他這個人我真的是認為是媽寶 從小可能媽媽很醜 再加上自己聰明又有成就 所以他一向都認為說他應得的 所有的好處 他本來就應該 他只要一碰到牙力 一碰到指責 馬上第一時間你看他卸責給別人 完全自己該負責的 他一點責任都不負 你看他這一次一開始是三點 他就說年輕人不出來投票 他怪年輕人 這是年輕人最挺他 為什麼他們民調不准 第一 他說年輕人不出來投票 第二個 美麗島惡意攻擊他 美麗島本來把他弄得很低 可是美麗島那個是個動態過程 藍白不合適上 美麗島是做出來只剩下14% 可是他後來他也慢慢 慢慢他也上去了 你要看那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他說美麗島故意修理他 弄成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他講了說 我們都是對的 可是這三點 慢慢都經不去檢驗 他後來不太敢講美麗島了 你看後來他第二次再講 已經不講了 那開始講說投票率怎麼樣 怎麼樣 就像今天講的 投票率高低 你怎麼假設那些人全部都投給你 你這個是什麼樣的邏輯 你是完全是不通的 更重要的是 當你們的民調不準的時候 你要不要面對 問題是這個人 如果永遠是 然後越講越小 越講慢慢變變變 就慢慢就偷渡 這位回到一開始講說 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 他過去讓人家感覺他是多有理想 然後都受了委屈邊 都對不起他 我再講一遍 一開始你是媒體寵兒 他後來怪說媒體都修理他 一開始你是民調的得利者 拿來藍白河 你現在罵媒體對他不利 然後罵民調對他不公 得到好處建律就妄議 這種人說真的 還是要檢討 我建議他 或是我們畫面上 剛剛一直看到的 就是昨天的小草見面會 大家都在觀察民眾黨的第三勢力 選後 究竟這個小草見面會的效果如何 他剛剛這些話 包括嗆媒體 或者再嗆其他的民調什麼等等的 或酸民的 幾乎都是在這個場合 跟童溫層所講的 顯然還是一再要跟內部人解釋說 我不是要騙你們 是因為有些原因 這個概念 他謊話真的張口就來 一般正常國家 扣掉什麼12到15%的投票率 投票率最高會到87% 這是什麼正常國家 他告訴我哪一個國家正常 他覺得現場的小草很好騙嗎 不是 我先舉個例子 台灣投票率最高是2000年 那時候就是阿扁 阿扁第一次當選 阿扁跟宋楚瑜跟連戰 那時候還有 還有許信良 還有李堯 武喀都的時候 那一次也82.69%而已 台灣以前都不是正常國家 以前都不是正常國家 一直都沒正常過 再來一個 我剛剛也順便查一下 你知道 世界上投票率有 有高達九成多的 澳洲那幾個國家 他們強制投票 你今天不投票就罰你錢 你再幾次不投票 我把你投票 投票從選舉的名冊 取消掉 台灣有可能這樣做嗎 是要這樣做嗎 不然你投票率 這次已經72了 你到底還要告訴我 你要高到哪裡去 那他現在狀況 就是為了一個援一個謊 就是為了援一個謊 就去不斷的講更多的謊 他為什麼在投票率這件事情上 他必須要一直在糾纏 還跟你講他要設民調中心 因為這次的東西 就是讓他信用破產 對他的資者來講會過不去 你平常說什麼謊 資者都無所謂 可是你跟我講說 我們會當選 我們差一點點 結果開出來的時候 差這麼多的時候 資者的心態會過不去 所以他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去修補 不斷的講說 就是投票率不夠高 是不是投票率不夠高 我就問了 很簡單 你下一次兩年 兩年之後的縣市長選舉 還是四年之後的中大選的時候 你還能拿這套出來嗎 你的事實還要信嗎 就是說你告訴我 你要怎麼去圓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東西是困難的 至於蔡壁如我覺得 就是說 他現在的狀況跟民眾好就 雖然他是民眾好 不是啦 你就是跟人家不是一路人 沒有人把你當自己人 就是尷尬 你擠進去幹嘛 你擠進去幹嘛 就是說他真的回去了 我跟你講 而且就算他就真的講說 他就接了什麼黨團辦公室主任 黨團辦公室主任也沒有比立委大 對你來講你都做不來啦 而且假裝一聲他還是不如去看看說 跟國民黨之間的狀況 我覺得他跟盧秀燕之間 他如果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理清楚了 我覺得他用盧秀燕那邊還有戲 才會怎麼看呢 因為蔡壁如在這些推測裡頭要扮演的角色 有難度啦 我剛剛才跟那個壁如姐一起錄完節目啦 那至少到現在我們都知道壁如姐目前是只有一個職位 就是中央委員 那大家都知道中央委員這個職位的話 幾乎在黨內他是沒有什麼樣的實質權利 那如果柯文哲想要把蔡壁如抓回來 也抓回來某種權利的話 這個說法是說得過去的 但第一你要看蔡壁如願不願意嘛 畢竟現在他在台中他有說了 他可能會留在海線經營 那第二個是呢 柯文哲有沒有想過 當時候他可以跟立法院黨團合作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還有市長的職位 可是現在他沒有市長啦 他什麼都不是啊 他只是一個黨主席而已 那我們再來看看立法院的黨團好了 有黃國昌 有黃珊珊 那未來黨部跟黨團的合作 絕對會是柯文哲的當務之急 而且可以想見兩派的紛爭 兩派的分歧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都知道黃珊珊跟黃國昌兩個是什麼人 他們的主觀意識 他們的意見都是非常非常想念的 對 還有整個排他性 好 再來的話 黃國昌之前他跟林長佐 還有跟一些其他的生育人士 組成了一個時代力量 那結果呢 紛紛這些主黨的人都退出 而且一些主黨的人先退出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換成是 柯文哲慢慢的被排除在決策圈外 我覺得大家不要以為柯文哲民眾黨是他成立的 柯文哲在民眾黨裡面講的就是一切 不 因為黃國昌跟黃珊珊這兩個人 不只是在黨內是主戰派 他們兩個有非常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 所以我覺得從今天開始到接下來 柯文哲他的問題非常的多 尤其在跟黨團跟黨部的這個協商 不是拉誰來組成柯文哲 你自己人就有辦法解決的 因為你看之前蔡壁如不是也在柯文哲身邊嗎 那當然外界有很多說法說 原本壁如姐想要選台北啊 是被其他的主戰派啊 然後有點排他性 然後才到台中嘛等等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第一怎麼會認為壁如姐還會願意回來 然後幫這個柯文哲組成一個 所謂的我的權力核心呢 因為畢竟他也會想說我這個權力核心 有沒有辦法組成 跟有沒有辦法運作嘛 以及有沒有必要組成這個權力核心 我組成這個權力核心是為了誰 之前的確他是柯文哲的血滴子沒有錯 那之前是為了柯文哲嘛 那經過這一年來 選舉這一年來 你認為壁如姐會不會看透某些事情呢 這當然我不知道 我覺得要尊重他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從這一年我看起來啦 基本上蔡壁如太有他自己的想法了 那我也認為說 他回去幫柯文哲組成這個權力核心的機會 其實是比較小的 因為目的性已經慢慢沒有了 那最後講到民調 我覺得這非常可笑 說真的民眾黨的民調還有多少人性 那如果是民眾黨的民調公司的話 那又會有多少人性呢 真的是一個還蠻大的笑話 因為如果有沒有授權 授權之後有沒有辦法協調 其實對民眾黨來講 真的都是大家隨便想都知道有多難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目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